少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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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儿啊 你这前几日刚办完宴席 为何今日还要办呢 尘儿也是想陪陪你 这也是他孝顺嘛 回父亲 孩儿今日将各路豪杰聚在一起 是有钥匙相够 什么事这么着急 要把各大门派的掌门都叫来 回母亲 是喜事 少庄主 什么喜事 这难不成 是把那逍遥魔教给灭了 可是人家逍遥魔教已经喜心革面了 你说你灭他干嘛呀 此乃家业 与江湖之事无关 我想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个人 何人呢 千语 千语见过庄主 庄主夫人 我给你的衣服呢 进来发福 穿不太少 这次半天不见 你犯哪门子服啊 好了好了 别嘀咕了 千语姑娘和这个喜事有何关系啊 回父亲 我与千语相识十载 在千语的辅佐下 孩儿才将千语山庄发扬光大 平息武林造福百姓 千语功不可没 尘儿 这个话说得有道理 这么多年来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啊 来人哪 孩儿请求父亲 答应我二人婚事 你说什么 庄主 夫人 千语只是一个侍女 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能够得到木梢庄主的重用 长半期左右 所以庄内会有些闲言碎语 木少庄主知我内心不悦 便想将责任揽于自身 想要给我一个名号 好让众人闭嘴 你说什么呢 庄主 千语自幼便被庄主收养 心中已是感激不尽 更何况 更何况 木少庄主是人中龙奉天之骄子 千语自知配不上木少庄主 所以 想请庄主看在千语往日的贡献上 答应千语一个请求 好 我就答应你 我想离开千语 你放开我 长尔 放开我 长尔 你让我说完 放手 放开我 跟着我很卑微 跟着我 一点都不快乐 对 这是我心里话 这骑测不太对呀 难道又谈帮了 做我的女人 没人敢嫌你卑微 那套山巫郎 你若不喜欢 我便再送你一身 若若 你还是不满意 便送到你满意为止 现在 你可以嫁给我了 就算你把全天下的衣物 都送给我 我也不会嫁给你 这补天之下 没有哪个女人 比你更幸福了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幸福 一个连尊重都得不到的人 你跟我说幸福 我真是把你给关坏了 好 好 我问你 你说要娶我 适合你了 我只是一个侍民 老庄主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 你如何名正言顺地娶我 我说名正言顺 你便是名正言顺 好 好 就算我答应你 那是正方 还是切施 只要你足够努力 你做得好 那自然是 我用了十年都得不到你的尊重 不会再用一辈子去做你的正方 我还不够尊重你吗 你尊重我 你尊重我就不会在我生辰的时候 当着我的面废了我朋友的武功 让他成为一个废人 把蜂蜜的穴道给捡了 不行 这是规矩 但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我还没说完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也不想在你生辰的时候 做这样的事情 我 我 道歉 说对不起 我以后去你家的时候 提前通知你一声 这样总可以了吧 如果这是你的道歉了 那你可以闭嘴 那你可以闭嘴 亲哪 怎么办 只要是被传出去了 奉命的穴道你不解释吧 好 那你把我也废了吧 那你把我也废了吧 在此之前 我有两个愿望 我陪你十年 你还我十日 这时 我会远离此地 时辰一到 我会自行回来找你了的 二 在此之间 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由我永不 抱住他 要抱紧 稳住他 绝不松口 就是现在开火 看得漂亮 慕绝缠 你再不尊重人也要有个度吧 即便我是你的侍女 你要有什么权利亲我 你想多了 我刚才只是脚底打滑了而已 让你占了便宜不说 你还敢咬我 好 你放心 不会再有人占你便宜 把奉鸣放了 我这就离开山庄 离开 你的去留 我说了算 我这让你走了吗 十年来 我哪次不是尽心尽力地帮你 辅佐你 可我现在只想离开你 只想离开千蕴山庄 就为了封鸣 就为了一个万文弟子 你便放弃你现在的所有 你可是到这天底下 有多少女子羡慕你 可你却不自知 金浅 地位 是 跟了你全部都有 可是我并不想要 我只想过几天 哪怕只有几天 真正开心的生活 开心 你是说 你跟了我十年 你并不开心 我真是把你给关坏了 我看你在千蕴山庄待久了 毒不知事事的险恶 先别说解决温饱 没有我 你一个女孩子 遇到坏人了 你都没有还手的能力 你以为 石头像我一样 让你咬吗 我在外面 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你只要同意 不如让她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一无所有 不出时日 她必定哭着回来求我 好 本少庄主便给你十日自由 十日之后 如若你不反悔 我便成全你 你说的 只怕没过几日 你便哭着回来求我 不会 但牧少庄主这十日 也不要寻我 我来寻你 本少庄主 以天下苍身为己人 没那个闲工夫 那你我现在便起誓 十日之内不得相见 如有为成 永世为谱 凭什么 你怕会说 笑话 你见我什么时候说过 那个 永世为谱 她过了啊 要不这样 三个月吧 失信者 要服从营城 三个月吗 一言为定 你别想太多啊 你毕竟 曾经是我的侍女 我不想别人瞧不起你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也请你多善待奉勉 相信少庄主 不会和一个外门弟子计较 我 给你钱都不要 吃着死要面子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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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当然 我也不会算错 小语一个时辰内 便会上来 登门道歉 少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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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笛子 他来道歉的话 便告诉他 少庄主我会考虑考虑的 兴许 我会原谅他 属下的意思是 小笛子收拾完东西 准备离开了 这是他留给您的 您没按我说的方法 去挽留他吗 他也知道 这个礼物 他配不上 少庄主 不必烦躁 如果是因为这个小笛子的话 交给属下 属下 愿意为您排忧解难 你哪只眼睛 看我烦躁了 班家 一个女孩子 一个人就想班家 不自量力 不给她 一点惩罚 她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对她的恩惠 算了 不能因为她的任性 而耽误了少庄主我 拯救天下苍城的鸿鸿大志 今天 又是完美那一天 三河县酒精干旱 望少庄主 主持 启云千语一事 这求语就说求语 说什么千语啊 不屁 骆北镇 有一妻女子 遭人陷害而失声 呀 真惨 此女子 擅长音律 敌取忧 毁出狄子了不起啊 咱们不能弹琴呢 都是些什么了不起 把子都折砸 这许久非有趣看父亲了 对了 去找父亲 陪父亲 散个步 小语 来陪我 和小语 来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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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 这次先不罚你 不用谢我 这来也来了 你看他有什么需要搬的 帮他一把 少庄主我现在不能见他 免得说我耍赖 被他说输掉了 干嘛 虽然说他现在搬出山庄 但少庄主我 对他负责任的 小语啊 少庄主我 不是故意要来见你的 这千斩怎么说 也是你大哥 非嚷嚷着要帮你搬家 因此我才过来帮你 没人 连床也搬走了 他这么厉害 怎么把枪皮也挂了带走呢 来人哪 他人哪 回少庄主 千语姑娘正在千孝大人家举办欢送大会 居然不叫我 因为你太早庄了 因为你太早庄了 应该是 女人们迟钝的神经会影响他们对悲伤的感知里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时辰了 她的悲伤应该从心脏 满意到了脑部 现在 应该快要哭了 就这块了 保护适中 特别适合 擦拭她的眼泪 那你我现在便起誓 十日之内不得相见 如有为者 永世为谱 嗯 这样 应该不算是见面了吧 带毒啊 原来在这儿看我 想利用我 见不得女人类 这唯一的缺点 真有你的 希望你 到时候 不要哭的 太厉害了 敬自游 干杯 嗯 对 太厉害了 所以 不过 没有 给你 重复 看看 什么 的 这 也不过 有点 那个 这是 什么 我 我去看看 小语 怎么了 没什么 来 接着喝 来 喝一杯 小弟子 这么大的雨你还要走 看来是真留不住你了 小语啊 记得给我写信啊 一定的 那我们走了 一路平安 平安 我们走了 春笑 照顾好小笛子 没问题 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了 幸好有袖口传音大法可以联络 传音吗 是啊 多亏这功夫小笛子学得会 总能联系得上 以后伺候这个麻烦的少庄主啊 少不了麻烦的 是吧 少庄主 是啊 少庄主 您这是 看什么看啊 我怕我的容颜 让你等自残行贿 所以戴上了面纱 不是你说的吗 要脸藏我的光芒 但少庄主藏不住 这是什么 小语送给我们的香囊 说是留个念想 难道少庄主你没有吗 我 自然是有的 我俩主不情深 当然要单独赠送 而且 比这个大 那麻烦少庄主 把这小的还我呗 千蕴神庄规定 不允许门下弟子收收礼物 这香囊少庄主我 没收了 什么时候都规定 什么时候就规定 刚刚 少庄主我 亲自规定 怎么了 没事 挺好 十年了 你都没有给我送过香囊 不过没有关系 像我这种心有明月之人 是不会与你计较的 不过 你离开我 也没要银两 不知过得有多惨 姑奶奶 我就这点盘缠了 你说你干嘛不要少庄主给你名字 咱们连打架的钱都没了 干嘛要她的钱 放心 跟着本姑娘不会亏待你的 你说你可是少庄主眼前的第一夫人 翻不着为了我们这样 谁说我是被赶出来的 那你这盲前盲后的 等等我 这一份最好看 如若一日 弟子不再愿意跟随您 和千允山庄 是否愿意放他自养 坐着花子钟哦 搞定 果然 专心致志干一件事情 这时间过得飞快 千笑 去备好晚餐 少庄主我 先去洗个澡 少庄主 只怪您太优秀 现在还是卫士 您只用了两克中 就把整个后卫 擦两克中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都专心致志的 去逃野秦操了 少庄主 您恐怕 只专心于秦了 秦 您看 少庄主 要不我再去找一趟小弟子 跟他好好说说 是啊 现在小语 一定饱受煎熬 你快去 跟他说说 去啊 如果他痛苦不堪 便把他接回来 和他说 本少庄主 已经原谅他了 好香啊 尝尝 好吃 姑娘的家乡在哪儿 家乡 你闻这个干什么 好奇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我根本不记得我小时候的事 那我没有问题了 你好好吃饭吧 你别走啊 那个 我今天要洗个澡 好 那我去倒水 少庄主 你这脸疼不疼啊 人家这么开心 痛苦不堪 保守煎熬的只有你自己啊 站住 你可以走 赶快 让小语进来 告诉他 少庄主我 准备接受 他的道歉 少庄主 我还是跟你说实话了 您在这儿愁得云里云里的 人家小笛子那边 阳光明媚的可乐哈着呢 怎么可能 你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没有我的照耀 他怎么可能阳光明媚 没有我的垂青 他又怎么可能开快大笑 哇 收获破风啊 小语老子 就这点东西 怎么可能赚个万两百人呢 咱们是要抢劫吗 时间 明天 地点 这酒楼 人物 我和你们 天时地利人和 你们啊 就等着坐收白花花的银两吧 直说吧 我将在这酒楼 举行一场比试 最终获胜者 我便愿意成为他的门客 啊 小语老大 你这是要搞得满城风雨啊 那你把少庄主置于何地啊 他这么把我的人 你至少把他挤死啊 我现在可是自由神 他管不着我 再说了 我们少庄主心系天下 肯定不会焦虑的 啊 哎呀 不可能 没有我便阳光明媚 不可能 没有我便阳光明媚 他为何 还不转移于我 要不我再去找一趟小弟子 跟他好好说说 叛徒 一定是他 教措千笑 故意气我的 好让我 饶了那个风鸣 我说这个老小子 怎么突然 关心起小语来 原来 是要给我下套 亏我这么担心你 还怕黑夜 希望这一次 能够找到你 小语姑娘 晚上准备好了 进来吧 干麦红枣粥 对 这梦游谷的红枣 最为甘甜 只是我这酒楼 存货也不多了 奇怪 他怎么这么了解 我的口味 姑娘曾说过恐惧黑夜 黑沉沉的 一点生命力都没有 等风来 不如追风去 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 克服对黑暗的恐惧 千语 这是送给我的吗 当然 这些丝帕是透气的 你晚一会儿记得把他们放了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他们了 孟绝尘 他做错了什么你要杀的 你不是说过 十日之内不来饶我 为何事业 你说坏啊 好 你说了 我现在命令你 这样不厚道 不厚道 不厚道 你再不尊重人也要有个度吧 即便我是你的侍女 你有什么权利亲我 学员快走 会想就是会想到我 风唤无比 小魂江湖 手装着 我真的洗不动 这才不到一刻中的时间 继续写 我知错了 以后我再也不偷溜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 这样很危险吧 这外面这么乱 我来不及赶到怎么办 我不是已经认错了吗 这样 以后我时刻都跟在你身边 好不好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以后不许离开我半步 尖途流水 有泪人的泪 继续写 想来的缘分 消遍周遇 无礼 我这怎么了呀 只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 慕绝尘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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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不是 让你办的事 怎么样了 查到了 此人姓沈 叫明修 天籁酒楼的掌柜兼主厨 没有了 没了 没有了 少庄主 我无数次地告诉你们 做事要趋于完美 趋于完美 你懂吗 就是你不但要告诉我 他姓沈名谁 还要告诉我 他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现在才做什么 将来要做什么 等啊 马上去查 这小子 背景抹得这么干净 定是图谋不轨 敢打我千蕴山庄的主意 定是有人派来针对我的 没错 就是针对他 赚他多少钱好呢 先定个小目标吧 五万两 就赚他五万两银子 赚点反应啊 难道你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财富给吓到了 赚就完了 哎呀 累死我了 赵银老大 厉害呀 厉害呀你 果然不出事所料 我把消息一散发出去 全城人都要疯了 我估计着 我估计着明天 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不 全国的百姓都知道了 快去安排 从现在开始 只有出高价者才能使用雅间 好 马上去 那 千金以得知己难求 今日五十 千语将在天赖酒楼 以曲会有 为夕三日 精通音律者皆可前来试炼 完成试炼者 千语将生死相弃 这千语姑娘不是沐少庄主最宠爱的事女吗 怎么能拱手送人呢 这什么情况 为了音乐 为了梦想 我撒我汗 告诉你梦想 你敢去找千语姑娘 老年今天就拿断你的腿 妹妹莫哭啊 这世上哪有什么忠贞妇女的爱情 男人啊 都是洗心厌旧的混蛋 只是没想到 这慕绝尘 竟然也跟凡夫俗子一般始乱终情 来 干一干 钱藏在那边 掌柜的专户好啊 不管 里边请 里面没钱 里边请 这边 胡闹 他是疯了吗 竟用如此手段 比我渐身 还什么知己难求 这七月还没解呢 就告知天下了 现在满城风雨的 都在指责你 对不起人家小笛子 我 绝尘 绝尘 几日不见 眼见憔悴了呀 怎么会 我好得很 倒是兄长你 赶快去看看眼疾吧 既然绝尘已无大碍 那我便回去 禀告父亲大人了 我就说嘛 这千语不过是一个侍女 就算判处山庄 想必你也不会在意 不过 母亲大人这是放心不下 非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事 怎么可能有事 你回去告诉母亲 这是我特意安排的 一个 小活动 原来如此 那这个活动 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吗 怎么 你也要参加不成 如若为兄 有这般与你看齐的机会 自然是愿意一试了 好 那维兄先谢过了 那我就先回去 禀报母亲大人了 这活动 这活动 千笑 在 这场战争 已然打响 正所谓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懂了 这国家 土阿尹 李佛 土阿尹 土阿尹 安 土阿尹 富伍 富豪 富豪 这小笛子搞的是哪一树啊 他平时吹的也不是这样 这不是素语吗 素语 你们这些泛泛之辈 怎能懂得词曲的玄妙 不过 小语竟然想起了词曲 难不成 他已经恢复了记忆 这些庸人怎能懂素语的奥妙 莫决策 他还真来挑战不辞良力 我就说这是个前顾难题 这怎么可能是他们太笨了 要是我的话早破了此诀了 什么狗屁亲手 笨死了 那么简单来题都不会 欧阳前辈落败 快看 连老前辈都一筹莫产啊 这些笨蛋挤死我了 黎中仙崔老先生落败 只是侍女并如此造诣 想必那慕少庄主更是深不可测 对啊 那可不见得了 天羽姑娘都说了 难觅知音哪 我看那慕少庄主 在音律上的造诣也不咋异啊 少庄主 少庄主 你别冲动啊 坐下 您这一出去 不是就被小弟子发现了吗 如此想要的舞台 如此凶险的圈套 也快他想得出来 我看呐 您就是压抑不住自己那颗 出类拔催想要积押群蜂的心吗 有请千蚁山庄 慕绝策慕大少爷 上台演奏 行啊 行啊 慕绝策公子落拜 我说 这小笛子 少庄主 你别冲动啊 少庄主 少庄主 不要上了小笛子的汤 就是这样 对 就这样按住 否则 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 两位蒙面的公子 看两位戴着面具而来 想必定是隐居室外的高龄 大可上台展示一番 不必隐藏自己的光芒 我阿娜二圣 苦修的是舞蹈 至于音律嘛 并不擅长 野人 你敢说少庄主 你要野人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要输给小笛子吗 告辞 小语啊 不得不说 你这招真是太狠了 拿自己当噱头 来找你的小哥哥 太刺激了 不这么做 怎么弄到人间皆知 那少庄主可太可怜了 这脸被你打得泡泡的 谁让他飞到 风鸣的武功啊 不设局让他认输 怎么救人啊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能找到你的小哥哥 又能找到你幼年记忆 我觉得这些冒的 还是值得的 是吧 对了 而且 你可不能告诉少庄主啊 我发誓 绝对不说 我才不信呢 什么事到了你耳朵里 都留不过夜 真的不说 小语 问一个事 这十年来 你对少庄主就没有一点点 不可能 怎么会不喜欢 像他这种 不懂得尊重人 又不会照顾别人感受的人 注定 孤独终老 可是他长得帅还有钱啊 你要喜欢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啊 别别别 我承受不住 阿卫在聊什么 我二姐啊 她怕我穷着 怎么会 小语这方法才用了半日 便赚足了一万三千两 足够付上次吃辣椒的钱了 什么 这么多钱 小语啊 你怎么早不跟二姐说呢 你跟二姐还能干点啥吗 二姐 要不然你也判处山庄嘛 别别别 这就算了 我要是判处山庄的话 庄主非得让我死透透的 起 对了 里面情况怎么样 并未发现 墨少庄主的踪迹 他呀 他来了你也看不到 你只需记住 一旦有蒙面者上台 通知我便是 小语姑娘 这个比赛 不知我能否一试 不可以 为什么 这不是谁都可以参加吗 唯独你不行 因为你是我的仆人啊 你要是赢了比赛 那不就成了我的主人了 不行不行不行 岂有此理 这一帮没用的东西 赶快去把最好的琴师给我找来 快 快 在下有句话 不知当不当家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 有话快说 穆大侠 难道甘愿一辈子 被你二弟踩在脚下吗 放肆 放肆 你这是在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啊 穆绝尘能有此功力 皆是因为运心决 此心法对修炼者的要求极为可可 我有办法帮助你拓宽经脉 你究竟是谁 为何会知晓此事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能帮到你 如若我能赢得这次理事 希望学年达成一个交易 祝你一桶江湖 一桶江湖 就凭你 三十五 如若我未能完成比试 姓穆大侠派人娶我姓名 一个一个来啊 不要着急 天山鬼音落败 赠免费糕点 萧辽小调王落败 赠免费糕点 平头山童谣仙子莫败 赠免费糕点 神经病 要不要多知诸 这是小笛子的阴谋 坐坐坐 小雨不在 非常感谢各位的捧场 各色音律 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这样的音乐盛宴 着实让我们大饱耳福 可惜啊 没人能与千语姑娘的曲调合拍 我看 今日为时以往 明日 静候各位 再次光临 二龙 招呼客人离开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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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门 我便当 我去告诉小伟老大 等等 说不定不是他 哦 这位公子 今日比试告一段落 明日恭候大家 谁啊 谁啊这是 不知道啊 不过看这份起的 想必是个高手啊 如此闪亮的舞台 简直就是为我而射 说我不懂音律 哼 小雨啊 你和这些凡人们好好看看 少庄主我在音乐上的造诣 那也是 卓越不凡的 啊 二龙 去找小雨 来吧 来吧 不要吝啬你的赞美 还有掌声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什么音乐王子 还什么神童 简直就是玷污了千语姑娘的音律嘛 就是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对啊这是 是啊 这种人 啊 这这 啊 这居然 这居然通过了考验 好像千语姑娘吹的也是这个调调 啊 是吗 我就说嘛 此人必定不凡 肯定是阴盛转世啊 我等凡夫俗子 自然领约不了其中的傲量 好好好 好好好 终于有人出过千语姑娘的考验 想必两个负的决赛更是精彩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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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语姑娘呢 既然曲子已经破了 为什么还不出来啊 对啊 天语姑娘 对啊 我赶紧走 别一会儿被小语给带到 这位公子还未留下名号 神中龙凤 人中公子 人中龙凤 龙凤公子 是 人中龙凤 人中龙凤公子 人 没错 今日比赛已毕 改日决赛再见 慢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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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是她吗 衣服不是少庄主平时穿的 但身高估计的差不多 那她现在还在吗 她不知道啊 我们是听她演奏完一段曲子 沈掌柜才让我来告诉你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吗 一旦有蒙面的就让她去教我呀 这沈掌柜估计是想听她谈的如何 我再来判断吧 那个蒙面人真的通过测试了 是的 人呢 走了 为什么不留住她 留不住 我不是让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吗 我的错 请姑娘责罚 你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冒险啊少庄主 是 我承认 被小语抓住了把柄 但千笑啊 我也是人 我也是有缺点的 即便 我把那点缺点藏得很深 与小语相处这十年来 总会疏忽大义 被她知晓 那现在怎么办 通过这次比赛 我更加的明确了一点 除了少庄主网 无人能破此局 只要三天后的契约仪式 我不参加 小语的闹剧便会不攻自破 我 我是怕小笛子再耍什么花章 到时候 到时候你又控制不住你自己 这一点 我早就想到了 千笑啊 从明日起 我便在这千蕴峰闭关 你带领所有的弟子 还有马匹 全部离开这里 这样 我即便是想下山 也无能为力啊 这可是您说的 您可得挺住啊 万一输了 您做了小笛子的仆人 为什么会是少庄主 难道我要找的人是他 不可能 千语姑娘 晚上已经备好了 还在生气吗姑娘 若姑娘现在不想吃 我晚一点再来一趟 为何放走慕绝尘 我精心策划这场比赛 我有我的目的 不希望因为你 而前功尽弃 我知道 你想救你朋友 还要找到一个人 知道为何还要阻挠 这是十万两白银 我要输会自己 好让我有跟别人一样 争夺你的权利 这是我以往私存的 明日决赛 我会全力以赴 你已经知道比赛的答案了 我无法让你参加比赛 可姑娘有没有想过 能配得上你敌音的 不仅仅有沐少庄主的亲谱 我再跟你说一遍 此番我有我的打算 不希望被任何人破坏 我也是在帮你啊 不必了 我要找的人 已经找到了 姑娘 你能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中龙凤公子不会是放弃了吧 放弃的也对 千语姑娘还是和慕少庄主般配 其他人谁都替代不了 对 就是 时辰已到 人中龙凤公子尚未前来契约 事为弃权 本次比赛 我宣布 且慢 我宣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任性吗 那我原谅你了 以后继续为千云山庄小丽 那我们回去吧 是恐怕不太好吧 少庄主 少庄主 你再不醒来 我就要捏你的小脸蛋了 小语 你的声音为何如此沧桑 少庄主 千笑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闭关的时候不要给我传言 少庄主 小笛子马上就要被人抢走了 什么 沈明兄那小子 正在破解小笛子的音律 您再不来 可占就没有了 你给我拖住 拖到我来位置 来人 被骂 少庄主 是你让我把所有的弟子 还有麻痹都带走的 这不可能是我说的 一个也没剩下吗 我们人实在是太多了 麻痹也没了 不过 少庄主 你别着急 您院子里的槐树旁 不是还有一个座棋吗 座棋 之前您说过 您嫌这是个赝品丢人 从未使用过 验的什么来着 是神雕啊 少庄主 这虽说是个赝品 但是能飞啊 我堂堂千蕴山庄少庄主 怎能骑一个赝品 可笑 哎呀 少庄主 您换一个姿势骑 不就不算抄袭了吗 可是我 那小子已经谈了一半的曲目了 这太丢人了 我打死也不会骑的 没想到啊 这沈老板还有这么一手吗 是啊 这任督文凤公子怎么还不来啊 不过是放弃了吧 他竟然真的和上了曲子 当年那个人 究竟是少庄主还是 这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父亲大人有所不知 这千蕴姑娘 出的题目极其刁钻 恐怕是有她的意义吧 那个通过出事的人中龙凤公子 怎么还不出现呢 可能是怕输给沈老板 在天下人面前 失了颜面 小羽老大 少庄主怎么还不来 还想咬蛇自济 你死了 还怎么帮我引出沐绝尘呢 长老 万一他不在乎这个丫头 不肯交出那公心法 我们可就惨了 他要是真不在乎 又怎会留一个 不会武功的废物在身边呢 除了我 谁也不许碰他 川儿啊 我们只是闹着玩 哪只手 我是你武叔 我可是千语山庄的长老啊 你不能 又是 这谁家的风筝这么嚣张 下面还晒衣服 不对 少庄主 少庄主 你还要多久啊 小笛子就要被人抢走了 小语 你等我 快分出少妇了 看来人众无缝公子不会来了 还有四个姻妇 桑儿 这个沈老板 他是个人才 务必拉拢 三个 父亲大人放心 两个 封心轻松来了牵挂 却见眼底泪花 就因为此刻 泛了些伤 一场笑话 一株杀 我输了 优优独播剧场——YK